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聞報導 今天是1月7日 星期六 現在氣溫是18度 外面是多雲間不中天音 天文台預測 乾燥的東北季後風將在明天 繼續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明天早上亦預計會清涼 明天早上氣溫最低是16度 打鼓嶺或是12度 總之大家要留意 接下來會有少許冷 但過多3-4天後又會回暖 關於洗皮和衣物方面大家需要注意 由昨天開始 我最厚的衣服都沒有繼續穿 轉回穿一些之前比較薄薄的衣服 接著我們看看疫情的資訊 昨天又新增了19,722宗確產 較前日微升了7.05% 另外由於香港取消了機場個案核酸檢測 所以輸入個案持續急跌 近兩天維持在200宗水平 昨天錄得195宗 佔了整體個案的1% 另外昨天亦有55人死亡 7天平均死亡人數跌至64人 但平均死亡率亦有所上升 這段時間的確診數字已經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下星期開始 因為首日通關 不會突然之間的數字都被拘捕出來 以及由你去檢測 然後由搜集數據再發布給傳媒 這些通通都是時間 只要由下星期開始 我們的確診數字不會突破到3萬宗 其實都已經沒什麼事 因為香港人口始終有限 每天2萬人2萬人感染 遲早就每個都會有抗體 或者未中過招的人 也本身自己有些特別的體質 所以不會中招 疫情大致上就是這樣 只要未爆煲 我告訴你10萬宗也是一樣的 下一則新聞 香港及內地即將有秩序通關 海關亦加強宣傳 提醒市民 千萬不要攜帶遺禁品及受管制物品進出香港 指香港特區政府對於所有遺禁品及受管制物品的進出後 亦有嚴格的規定 並就通關後可能會出現的水貨活動 會積極配合政府的部署 在各國關口加強執法 檢查出境市民及旅客 是否有攜帶受管制的藥物出境 香港政府在2022年4月底 已經全面禁受電子煙 當中亦包括禁止入境旅客進口這些另類產品 這是疫情前未有的規定 香港人在通關後就需要多加留意 另外下一則新聞 由於明天通關 但通關亦需要出示48小時內的核酸陰性檢測報告 所以由昨天起 已經有不少市民在社區檢測中心進行付費的核酸檢測 不少地方再重現人籠 有市民打算返回內地去探訪三年未見的母親 亦有人因為工作需要而返回內地 所以在昨天特意地進行檢測 認為如果取消核酸檢測 會更方便兩地來往 不要想太多 有得通關便可收拾 要核酸檢測便排隊 如果不想排隊 你便自己去找其他地方 例如私家醫院 給一些貴一點的價錢去做檢測 我昨天因為有其他額外事情要處理 所以基本上沒有在街上待過 所以我都留意不到附近的檢測站 究竟多不多人 下一則新聞 大樓現在被人踢爆 或者不是踢爆 終於被人挖掘出來了 王室寶見面的原因曝光 有報章說 獨家大樓首置買呂麗君的灣仔一環特色戶 最新有市場消息透露 大樓以個人名義向呂麗君買入灣仔的那棟樓 不過由於有關交易還未在田土廳註冊 成交價有待確實 值得需要留意的是 大樓雖然是全港知名的富商 身家千億 但大樓使用首置的名義 因此預計只需支付最高樓價4.25%印花稅 如果大樓本身在香港持有其他物業的話 就需要支付高達樓價15%印花稅 應該都是說 即使用大樓的名字去幫他買樓 買了樓之後就代表了 即是呂麗君就換到現金 換到現金的話 用來還債也好 用來填堂也好 什麼都好 可能那天在王室寶就是談完相關的東西 接著簽完合約之後就落到去 接著看到有人坐在柱子裡 接著大樓罵人 然後就拍到這一幕 如果說到買樓換了一大塊現金的話 應該都是跟我之前說的 即是說 恆大債券爆煲這件事 都應該是有關係的 不過隨著時間過去 應該很快就知道 我想大樓應該都是不介意被人知道 因為他曾經罵呂麗君的時候都罵到這樣 所以只不過應該都是等時間 等完時間所有事大家都會知道 好了 下一單新聞 新冠疫情持續 有不少確診的市民 需要當局所派的抗疫物資去保障自己 但是近日就有派送物資的人員 被揭發是把物資調包 警方經過調查之後 在昨天拘捕了一個33歲的女派送員 發現他最少是涉及8宗同類型的案件 案件暫時列為盜竊 交給沙田警區刑事隊第五隊調查 警方說在5號的時候 接獲到相關部門轉介 指一名本地女子在確診後 收到的防疫包欠缺了部分物資 包括沒有了必利痛和沒有了探熱針 事主之後翻查門外的閉路電視片段 發現一名的女派送員 首先把防疫物資掛在門上 然後拍照拍照 然後再換上第二個抗疫包 最後因為有閉路電視一查 然後再查一查 誰負責派送這個單位的 一查後立即拘捕人 成功完成了 探熱針和必利痛都成為了必需要的生活品 所以有很多人會特地拿來炒賣 這個不奇怪的 因為簡簡單單一盒必利痛 如果大盒少少的 或者兩三盒必利痛的話 如果你賣三個水 連一支探熱針和其他東西去賣的話 等於每派一次就等於賺一次錢 如果真的有商業頭腦 或者是有固定客員的人 走去拿這些東西去賣的話 一定比上班更好 下一則新聞 昨天跟大家分享了 廉署破大案 但由於拘捕了49個人 這件事是廉署之前未試過拘捕這麼多個人 廉署不像警署 如果一次過拘捕了很多人 可以分不同的警署去做 黃大仙警署這裡就留10個人 然後哪裏警署就可以再留10個人 由於廉署沒有位裝49個人 但按照規矩按照道理 亦不可以要求其他執法部門去幫忙 所以首次在總部建立了24個臨時機能 在廉署被關押49個人 方便廉署職員進行盤問和調查他們 廉署亦表示 其實這件案仍未完結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拉多些就最好 這些有時候法團那些 最好拘捕了它 清掉了一些葛珠 那些什麼維修老鼠之後 你這樣捕了 近這幾年沒有人再敢搞 那就相當之好 不過我自己上網看 有很多市民都說 其實廉署還沒捕完 有很多地方還在玩類似這些事情 玩了20多年 還有有些人說 這次廉署做的是提高定價的騙人 但對於那些違標 總之另外一方面的 合約工程貪污 廉署是未做足的 希望多些市民舉報 然後廉署做事 下一則新聞 藝人楊明在2020年8月開車 大家都知道他什麼事 楊明預計在明天刑滿出獄 其實是早了一天 為什麼呢 因為狀政公眾假期 所以可以提早一天出獄 明天剛巧也是TVB的萬千聲輝頒獎典禮 所以理論上楊明是說得切出席 但楊明今年沒有提名 所以應該不會出席 先跟正一點 因為明天是公眾假期 所以楊明應該是今天早上出獄 所以今天早上已經有不少記者 暴定在這裡打算採訪 至於之後楊明還會不會很高調去撐警 真的拭目以待 因為楊明之前和李梓敬 和梁梁 和劉文傑 和肥仔傑 很友善 但我也有留意過他們社交媒體 不見他們說過任何一句說話 包括支持楊明 或者期待他出來之後 怎樣怎樣怎樣 那些一句說話都沒有說 好像印象中 藍營來說 只有我一個有提過楊明的新聞 我也沒有刻意踩楊明 都是和大家理性中立分析 但是不知為何楊明這件事 好像大家安靜了 沒有人去說過 有些古古怪怪 下一則新聞 跟進新聞 昨天美林村美葵樓發生大火 一個十五歲的女性喪生了 初期時這宗火 警方懷疑有人中火 因為火勢起得太慢 發覺有可疑 而且在現場發現了有助言劑 本身交給警方調查 但經過再進一步調查時發現 原來這個家裡有所謂的風火輪 不排除是由風火輪起火 等於極大舊的鋰電池起火 由於鋰電池是一個燃料 而政府應該立法監管一下風火輪 因為這些風火輪所造成的火警 其實都已經發生過很多單 死過人的也有好幾單 由於鋰電池 再加上你沒有監管 不知道在淘寶哪間店舖買的 那你買過便宜的火牛 還是貴的火牛 你全部不知道 總之這些東西食電很大 然後你稍微跌兩下 夾兩下 便會嚴重起火 而且那些鋰電池的起火 你只要在廁所裝盤水 去撥遮它 撥遮不遮 所以就是這些火才來得這麼兇惡 應該要多些監管一下鋰電池的產品 不過手機這些不算 因為手機就算爆炸的話 火相對都沒有那麼大 但是那些風火輪 那些真是整間屋可以跟你五分鐘內燒光燒正 好了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沙田發生了嚴重的交通意外 在昨天晚上6時17分的時候 警方就接報 在魚翠縣的二期停車場出口 一個年約11歲的女童被七人車撞倒 一度被困車底 消防到場將傷者救出 女童獲救時昏迷不醒 被宋王威爾斯親王醫院搶救 女童的母親陪同送院 情緒激動在急症室外等候 現場消息指 當時七人車駛出停車場 女童陪同一同報行 其間女童突然奔跑環過停車場出口 七人車收制不及 將她撞入車底 附近多名街坊見狀 合力將七人車抬高救出女生 警方表示 47歲的男司機涉嫌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嚴重受傷被捕 正在被扣留調查中 下一則新聞 屯門公路發生了奪命車禍 在今天凌晨3點36分 一架電動車Tesla Model S 沿著屯門公路往荃灣方向行駛 當駛到彩華花園對開 就失漢 鏟上路中的隔音屏石膊 撞斷了一支車速指示牌之後 再越過黃珠路快線 沖行大約60米 停在慢線 司機位的安全器袋彈出 男司機重傷昏迷車內 由途經駕駛者發現代為報案 救護人員到場把傷者救出送院搶救 但最終證實不治 據了解 死者姓陳的38歲 正在調查意外成因 其實這輛Model S 我剛剛看的外型是相當靚仔 不會十多萬那些這麼便宜的車 起碼是八十多甚至一百萬的車 都沒有 你無緣無故失控自炒 又要鏟上食肚 又要左撞右撞的話 送院不治 都沒有什麼好說的 下一則新聞 又斬人了 還要是夫婦被斬 究竟什麼事呢 今天凌晨37分 右麻地祥樂街發生雙人案 一個73歲姓陳的男子 和59歲的妻子 遭到三名持刀男子伏擊 兩人分別手腳受傷 兇徒事後逃去 警員接報到場調查 傷者由救護員包摘送院治理 警方事後封鎖現場調查 把案件列作為商人案處理 正在追蹤三名新村黑衣、黑衣、黑婦的人歸案 消息指 遇襲的夫婦在附近的餐廳工作 收舖後離開的時候 遇襲 不知道是否那些店舖之間得罪人 還是怎樣 我猜刀手收到的指令就是 去嚇人 因為你要去斬一個73歲 和一個59歲 你有心想要命的容什麼 但他們都是手腳受傷 所以背後的人就落足了指令 嚇人 不要說傷及他們姓名 傷及他們姓名 我自己也很麻煩 可能是類似這些命令 下一則新聞 商人兼馬主蕭澤偉 涉嫌在跑馬地的單位中 兩道咸豬手巨的菲律賓女傭 去年因為事主離開香港而獲得撤控 一名的呂菲蓉 日前入稟區域法院 指蕭先生曾經咸豬手自己 還要把撥起的地方押向她 提出給錢在她面前做運動等等 做運動是有開山引號的 結果家榮不足兩個月終止合約 在前天透過律師入稟她 要求索償28萬港幣賠償 還有要求對方進行書面道歉 屬真屬假需要透過法庭去審 還有個人建議 即是你要索償 我們會這樣說 開天殺價就落地還錢 你開個價高一點也不要緊 因為對方會還價 如果你一開波就說28萬 對於一個馬主來說 我想28萬就不是什麼錢 但是28萬可能都會被人壓下壓下 最後就變成壓到賠回六萬元賠償就算了 下一則新聞 中風就是香港第四號致命疾病殺手 每年平均有三千人死於中風 當中有85%是缺血性的中風 港大醫學院的一項最新研究就發現了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廣告來的 不過能夠抑制嚴正分子 是說明中藥安宮牛皇院當中所包含的成份 可以抑制缺血性中風後腦內所生產的嚴正分子 將中風的黃金救治時間延長半小時 由四個半小時延至五個小時 相關的研究結果已經在科學雜誌中國醫學上發表 不知道是不是廣告了 不過能夠抑制嚴正分子 能夠延長黃金的搶救時間的話 那便療性於無 雖然只有半小時 但是能夠舒緩的話 一分一秒都相當重要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買好安宮牛皇院 就放在家庭門口 下一則新聞 去年一個內地男子入品高等法院 就說他參加鄉村俱樂部網球錦標賽 但最後因為安心出行的問題 所以被拒絕參賽 然後他入品高等法院 就說要索償22億的巨額賠償 案件就在昨天早上開庭處理 但這個男子沒有出現 最後22億可以獲得多少賠償呢 最後官是頒布這個問人拿22億的人 需要向三名被告賠償6萬元 結果這個人在昨天晚上5時帶著刀進入金鐘高等法院 經過安檢系統時被保安發現 多名警員接報到場手持圓盾戒備 其後以藏有攻擊性武器把這名男子拘捕 據了解 涉案的利刀,刀鋒連刀柄長33cm 即擺明是劈有專用 沒想到原來這個人真的瘋得蠻蠻蠻蠻 還有這些人就該死 想去攻擊安心出行 想去攻擊政府 想向其他人就可以索償拿錢 最後官判了他要吐多6萬元出來 這些人就夠油自採 還要拿一把刀進去高等法院 這些人人生玩完了 即是就算他不用坐牢或要坐牢 可能幾個月出來之後也好 這些人總之玩完了 不說那麼多 下一則新聞 衛生署在昨天與警方採取聯合行動 發現一間北角藥房售賣一款懷疑未經註冊的藥物 一個41歲的男子涉嫌非法售賣未經註冊的藥製品 以及在沒有醫生處方的情況下 售賣第一部附表3的毒藥被拘捕 這是未經註冊的新冠口服藥 還有印度版的仿製藥 不一定是印度版的仿製藥就會吃死人 但始終你沒有經過標準 吃壞了人可以跟誰去追究 特別是現在有很多藥房 即是為了錢 隨便找到哪裏有些藥先進去 反正一定有人買 建議大家不要去信這些偏方 主要是必利通家蓮花清溫膠囊 就可以搞得到 如果搞不成就直接報警入醫院 不用搞那麼多事 下一則新聞 前中大學生會代表成員 叫做王浩亨 涉嫌就在社交平台轉載 羊村2.0的繪本下載連結 更加揚言 Catch me if you can 散播了很多仇恨言論 和宣揚港獨信息 最後被國安處起訴 一項作出巨煽動意圖作為罪 在昨天被押到西九龍法院提堂 暫時無需答辯 主裁判官羅德傳說 押後到2月16日再信 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被告沒有申請保釋 期間還押看管 這些黑暴該死 還要這麼囂張就說 捉到我你就捉吧 我又捉我 現在被人捉了 該死吧 看看有沒有之前的氣驗那麼囂張 下一則新聞 關於同樂居的案件 一單一單不斷慢慢判 當中一個年輕女照顧員 輪到她被判 她在法庭上否認她的控罪 更加在自辯的時候就說 不是啊 是同樂居的前輩就說 要懶對待孩子 以免孩子對自己有所依賴 訓練他們獨立 案件在昨天在九龍城法院裁決 裁判官莫子聰直言說 不相信院舍內是會有所謂的前輩 這樣說話的 所以就裁定了這個25歲女照顧員 就是聚成 以及就說她是一派胡言 最後就被判囚九個月 因為那個官就說 其實在作弓的時候 她自己都知道自己是難以解釋自己的劣行 但是仍然都是選擇美化自己的行為 砌詞狡辯 反映得出她是沒有反省 亦都是毫無悔意 總之就是被判了九個月 其實判年多兩三年 我想都沒有什麼人會反對 其實我也覺得已經算輕了 下一單新聞 卓越美容有限公司 在前天 遭到一名債權人提出懲請 要求頒令 將卓越美容有限公司清盤 根據司法機構網站顯示 案件將會排期在今年3月22日 在高等法院聆訊 看看究竟會不會破產倒閉 因為這個牽涉到一個明星的男朋友 好像叫做JW 看見有錢人或比較風騷的人破產 我相信大家都在吃花生看 而且卓越這個名字 我小時候也有聽過這個名字 不知道會不會被人入貧之後便會收拾 下一單新聞 警方偵破沙田和馬安山區內的三宗便利店劫案 拘捕了一名男子 跟進新聞 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不斷有人在跟便利店打劫 最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這個男子便被人抓了 下一單新聞 民政及青年局推出青年發展藍圖 為年輕人找出路 副局長提到 中學生和剛畢業的青年對於生涯規劃 是有當中的需求的 所以便會推出一些很特別的政府部門的實習崗位 讓年輕人體驗一下 當中包括法醫官的實習 讓他們了解一下法醫的生活 就不像電視劇當中那種 不過我覺得和法醫實習其實有點浪費 因為你以為每個人都有能力做到醫生嗎 你不如直接讓醫科生實習好 他們學完後學以自用 例如說 你給我今天法醫學 第一 他解剖後跟我說的器官 我又不明白 最多是現場得過吐 浪費了法醫官的時間 雖然我一直支持政府 但我看到政府現在想著去解決年輕人的力度 暫時我都覺得還只是在圍內人士玩 對於我這些局外人來說 其實我完全看不到政府有怎樣幫助青少年 即使我讀書的時候也好 現在也好 但大家要了解 我不是黃絲黑暴 我也體驗不到 那大家就想想 真真正正能夠幫助年輕人的 其實有多少 我說這些 就不是故意去少政府 不是故意去評論蜜美眷 不過 既然我真的看不到 把事實告訴大家 還有大家可以留意到 那些所謂拍照 聚在一起 那些年輕人 你調查一下 其實你一定可以找到 個個不多不少 都會有些關係 才能進入這些部門 唉 總之個人沒有背景就慘了 下一則新聞 黃大仙的警區 昨天晚上10點 在新蒲江工業大廈進行行動 賭破了一個 懷疑非法百家樂的賭檔 在行動當中 一個29歲姓河的本地男子 和24歲姓劉的本地男子 分別涉嫌經營賭博場所 和協助經營賭博場所被捕了 下一則新聞 荃灣警區 亦正在做同樣的事情 突擊搜查二波方的單位 賭破了一個懷疑非法賭檔 行動當中 拘捕了一個55歲姓李的女子 另外還有7名本地男子 和他們沒有戴好口罩 所以都被人發出了5000元的罰款定額通知書 下一則新聞 警方在昨天凌晨5點半的時候 進行打擊非法藥物行動 在環頭陷村附近 查截了一個可疑的男子 並且在他身上檢獲到46克的藥物 市值是4.35萬 所以這個60歲姓李的男子被捕了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上午8點46分 警方接報在中環民輝街中區 滅火輪消防局對開的100米 有人形物體在海面再浮再沉 水警和消防船到場撈起了一具屍體 由於已經發脹了 所以相信已經死去一段時間 經過調查後 警方發現死者是姓陳32歲 真正的死因仍然有待調查中 下一則新聞 由於明天通關 民建聯的梁希立即申請 想著在明天帶上青年民建聯的人 一起上去東莞參觀 內容不說太多了 免得幫他賣廣告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上午7點54分 在半山江德道8號有住戶報警 指他自養的貓咪跳出窗外 蹲住在消防機的石凳進退兩難 消防員到場派出飛將軍 爬出窗外救回貓咪 檢查貓咪沒有受傷後 交還給主人 我看到他的窗戶沒有裝窗花 如果你有養小朋友或寵物 麻煩你先裝窗花吧 我小時候家裡也有裝窗花 直到現在我的窗框都仍然在 所以我小時候從來都沒有說什麼 所以我小時候都會覺得 為什麼我家的窗戶和別人的窗戶不同 為什麼人家的窗戶是一大塊玻璃 直接開就算 但是為什麼我家的窗戶永遠會有些框框在這裡 現在就明白了 原來是父母對自己的呵護和愛 下一則新聞 經典事件又來了 30歲女子 誤導網上打手騙局 被騙做任務 痛失了五萬元 及早拘捕了騙子 下一則新聞 元朗在昨天發生交通意外 一輛小巴和輕型貨車 在青山公路相撞 初步最少11人受傷 巴士上多名乘客受傷 一度被困 消防署至少派出了7輛救護車 趕至現場救援 經過初步為傷者分流 八人屬於輕傷 三人屬於傷勢較重的黃區 所有人都清醒 送往天水為醫院 及博愛醫院治理 今天最後一則新聞 一個49歲姓固的男子 在星期三晚上7點被發現 倒餓在上水天平村天美樓附近 一個行人隧道的單車徑 身邊有一輛單車昏迷 由接報救護員 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 警方呼籲 如果有人見到這件事 可以打電話和警員聯絡 今天的神早新聞來到這裡 到最後分享一個關於我的事 不是說收入那些東西 其實由今天起 大家之後看到的井仔 怎麼看呢 都會發現井仔會有位置上的改變 即是你會看到那個鏡頭 或者叫做我個人的大小 就會有不同 因為由昨天 我和朋友 在我自己的地方 就大撿了位置 撿完之後 所以我以後拍片的角度 總之會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分別應該不大 因為我的節目最主要 是聽我的聲音 不是看我的樣子 但是鏡頭那一方面 會有一點點不同 今天的節目 我都會特地再跟大家說一下 讓大家給我多一點意見 以及告訴大家 我從今天開始的井仔 怎麼看呢 會有一點點的改變 不過跟內容 跟長度 跟題目那些沒有關係 純粹是我個人的 一些極少少的形象 會有一點點不同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幾個小時後再跟大家分享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我們就待會再見 好 就是這樣 拜拜